轿车好端端开在国道 前方却出现突发状况 只见货车瞬间爆胎 冒出阵阵浓烟 零件喷飞掉落地面 还有一条长长轮胎皮 高速往后方飞了过来 差点砸到后方驾驶 幸好他方向盘一片扇得快 没有遭受波及 而在新北三重一名驾驶 疑似不守车况 一个过弯角度没抓好 竟然开到对向车道 逆向对撞指行轿车 原来闯获的消心驾驶 年仅19岁刚考了驾照 连撞三车自己乌龟翻手指骨折 车子四脚朝天挡在路中央 造成车流回堵两小时 开车上路意外频传 但彰化这名驾驶则是违规闯红灯 害得骑士刹车不及 一面对撞抛飞重摔 车身滑行刮地喷出阵阵火花 网友大骂驾驶闯红灯 好意思按喇叭 别以为绿灯就没事 两名黑衣男没戴安全帽 在新北三重逛大街 沿途左摇右晃 展现高超蛇型技术 但下一秒马上摔车 只能站起身尴尬挥挥手道歉 网友反风他们在练习护身倒法 这结局太疗愈 耍帅过头自摔收场 记者黄明君陆雨昕 见面报道 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变成水 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 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 请上快点GO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